一開始來關心的是 盧比紅台無情要在 你總的附近的海面 速度是很慢 去上郊以後 未來24到48點前 有機會是專用東北風來立開 不過第一專用進行 台灣北部和東北部 都有可能落超大火 到這裡早起 宜蘭和台北官 有些地方已經落大火了 大火一直熱 早上開始北部和東北部 都是這種狀況 因為盧比怕到實在很慢 他在將近四專落的速度 翁伯伯伯才行 雖然在台灣還有450公里 不過外圍寬流加上東北幾乎 今天到明天兩天 有可能由北部和東北部 帶來敲大火 北部地區還有東半部地區 在23、24號 這兩天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它有可能產生局部性的 豪雨或大豪雨 是非常有機會出現超大豪雨的 整個月的宜蘭在頭上 台北三家還有白南鄉 落後都已經超過200核米 有夠大豪雨的標準 八家鄉還有宜蘭東山 也接近200 今天到明天兩天都是這種狀況 到25號盧比才有可能 轉彎向東北風離開 會漸漸轉從偏北 一直到北北東 然後往東北的方向移動開來 如果它如我們所預期的情形之下 那大概在25、26號以後就會慢慢離開 連我跟未發佈海上的紅台境 沒有起上級標示 要看到是如比專門的角度來決定 那是有法 也只是下到台灣海面的上當兵 不過不管到底有要法 這兩天 北部跟東北部落的大火情況 並且一定要稍微注意 記者林鄭露貴俊林 台北部的 日報前如比鳳臺高危環流 是漸漸北京丹波的海域 台東外海的方應是越來越強 在歷道200塊 UK早期高桌的一般準等到台東 蘭蘇跟歷道的海空交通受到影響 客輪會不開始到明天是停開 佛林基茅部份的航班是出銷 蘭蘇兄因為到上方來太強 全港停機上班上課 東北部落海的方應是很強 但是也沒有發佈風台警部 所以這有非常無限到海邊去求 漂流不 讓人很煩惱他們的安全 日前的部 全部停機上班上課的南蘇 今天因為風力太強 全部整天停機上班和上課 雖然海上風台警部也沒有發佈 但是為了關鍵 從我們在歷道UK 客輪跡者開出今天為了一般準 再為200多名 UK在中道進警告 護工起降 我開箭了 我開箭了 提前兩個小時 為什麼提前呢 因為浪很大 那樣很大 加重很大 有提前回來嗎 有 提前多久 因為一天 如比鳳太多危險 有可能的影響 但沒有海峽車過兩天的時間 所以客輪跡者 會不會去到明天都散步 天幾來往 入島到南蘇的順頒 日前幾天 入島到南蘇的空中 交通零件都也不好 已經有部分的航班出銷了 記者 松霞報道 在鳳太北京 紀蘭地區 早上就開始漏大河了 這造成頭沙 家鄉一道是嚴重來飲水 後來又要洗漏來立體學校 因為後 實在很大部分地區 這一個河水也開始重溫了 汽水夾彈泥沙不斷往下游沖刷 眼看就要淹上岸 宜蘭投城的福德登西 平常下游沒有河水 只剩下河床上的石塊 但大雨太急 河水突然暴漲 擔心河水繼續沖刷 里長趕緊向縣府申請消破塊 宜蘭地區從清晨開始下起大雨 會在低洼地區的投城家鄉也淹水了 一樓教室全泡湯 我來學校的時候 就那個 就路上都淹很高 我家費已經淹漲 可是到這邊的時候淹更高 因為我們這個水有的區域是最低洼的 然後再加上我們外面的這個排水溝 也宣洩不出去 而且都溢的 那時候當時我們也找公務局 就是來處理 他說沒有辦法 因為這邊的水量太大了 雖然接近中午雨勢已經緩和 不過水仍然還沒有全退 宜蘭市區也有部分地區淹水 建府提醒民眾要嚴防大雨 也會視情況撤離山區的民眾 記者說到 游漢林FM小組宜蘭報導